現在已經知道至少49人死亡 大火嚴重到孟加拉軍方派出部隊協助救災和鑑定爆炸原因 結果還沒出爐 但是發地點是大型成衣貨櫃廠 放滿4000個準備出口到西方國家的代工成衣貨櫃和大量化學原料 而類似公安事件竟然還不是第一次發生 2021年孟加拉首都打卡就發生過工廠大火 帶走超過50條人命的案件 2013年的薩瓦之大樓倒塌似乎更慘烈 原本只能蓋四層最後卻蓋了八樓 倒塌後造成1134人死亡 成為全球建築倒塌最慘烈案件 依照人口5000萬以上大國排行 孟加拉人口密度世界第一 生活品質低落加上大量便宜勞動力 讓大批西方工廠進駐 然而只顧經濟成長不關安全的發展方式 讓孟加拉大型公安事件頻傳 就算官方已經多次表示 將改進相關勞動條件 但顯然成效不彰 咱的新聞 眾跑步道